大家好,我是Steven ColdingStop的BillyBilly朋友超过了3万个粉丝 我们举办了一个你问我答的环节 总共收集了117题题目 今集我组一解答大家的问题 用几天看完ColdingStop的所有影片就可以了 是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开发 主要就是前端和后端 有时候也会写手机APP 有时候会写教材,有时候会拍片 等10万粉丝才算 前端流行框架可以 我们会准备介绍Telwin CSS 说的应该是JavaScript的Prototype 我觉得一来面试通常都会问一些比较标志性 好像很有深度的题目 而来其实精通它都有很多好处 因为它始终都是JavaScript语言核心所在 熄了之后在做进阶的JavaScript的Printing的时候 都会更加得心认手 第一个推介的就是Colde Pen 看看别人写的效果和实验方法 第二个推介就是开发借工具 看到任何网站的效果做得好的话 按一按F12 研究一下是如何实验的 之前都出过几个 之后就会因应提材 如果有需要用到SVG 就会介绍到 我觉得看书可以巩固到CSS的基础认知 不过与其看书 不如看看MDN的网站的文档 因为是写得很不错的 因为CSS一直在进步 浏览器的支援情况也一直在改变 所以看网上的资源会更新一些 群春游2021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推散 到时候就可以搞线下聚会了 我就是2008年入行 到今天就大约第13个年头 我第一次尝试做网业的时候 是小学六年班 即是2001年左右 由于这一行的技术变化得很快 所以我个人觉得一直都有新事物可以学可以玩 所以对我来说前景我是很有信心 从需求来看 现在都是互联网年代 所以对于开发人才的需求也是很高 自己的时间多不多 我觉得这一行属于努力的工作 所以照工作规划得好的话 工作和生活是可以平衡得挺好的 我会先想想想介绍些什么 例如是一个CSS的特效 会先将这个效果实现出来 然后再整理这个讲解的步骤 再写稿 然后最后就是录音幕和录音配置幕 又是女装的问题 我的影片通常都是录着屏幕的 如果10万粉丝的时候 不如女装的声音 我现在比较多看的是Code Pen 还有用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研究一下别人的网站 做得好的效果是如何实现的 重要的是你愿意亲手去尝试 去实现 这个过程你可以学到很多 学习的方法 第一就是坚持 我觉得学习技术有时候真的很闷 我记得中学的时候 买过一本PHP和MySQL的书 大家都知道电脑书很厚 有三百多版 我看完整本书 总共睡着了十几次 第二就是实作 一定要动手做 动手的过程 你会知道学了多少 你懂得多少 还有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的话 简单到做一个实时天气 複杂一些例如做一个点外卖的网页 试试模仿Apple的网站等等 最主要就是踏出来的第一步 我们的后端是用PHP的Larafail框架 前端是用View 不过是服务器圈掩 即是Server-side Rendering的Nux 教程的话 因为内容比较长 所以我再想想如何安排 有这样的事 只要你想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语音去写代码都可以 学习的方法就像之前提到 看CodePan和用这个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去研究 这里所介绍的特效 特效本身是参考不同的网页 然后就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实现出来 我觉得你现在的学习方法就很好 如果你觉得学习得很零碎的话 可以补充一下基础的知识 我们学习就像拼图那样 学习基础的知识就像学习拼图的方法 而知识的完整性就一步一步累积回来 就像找到一块有一块的拼图 再将整个知识拼图完善起来 我觉得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提升到自己 因为懂得放松都是一种成长 工作之余 例如关注一些和自己行业有关的事都蛮好的 例如是当你用微信所数公众控告网页 你可能会想知道这个网页用了什么框架 用了什么API实验 做了什么功能 等疫情过去 我们就搞一个线下聚会 到时候再通知大家 多谢你的建议 有这个计划的但未实践 原因就是我通常会一次过录制 中间的准备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等我将日常的工作安排一下 先考虑移动端 再考虑网页端 也就是Mobile First的理念 因为现在用手机看网页的比例 比用电脑多 真的吗? 真的吗? 有啊! 全文K哥关注一下 有这个安排 不过先将我的工作日常安排好 方法是可以的 不过试试不要复制 试试照着打 无论多大段代码都好 在照着打的过程当中 你的思考会参与进去 就会更加有效果 我觉得前端的知识范围 的确是有点广 这个主要看你的兴趣 你觉得前端还是后端好玩一些 就选择哪个 而不是因为哪个容易就选择哪个 先学习HTML和CSS的基础 然后尝试去模仿一些的网站 Telmin UI网站里面的UI 就很精美 试试单纯用HTML和CSS实现它 做好之后 你就试试截一个图 重叠你做的效果图 看看有没有至少90%的相似度 学好之后 再学习一套CSS的框架 例如Telwin CSS就不错 最后学好JavaScript View和React就选一套 先考虑工作的需要 当然两套都学习就更加好了 多谢你 在这里推荐一本书 叫做Refactoring UI Telwin的作者也有份写 想增进UI的知识就可以看一看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边做边学 我记得2008年第一日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Margin和Padding 我都分不清它的分别 主管安排了它做一个实时的聊天室的网页 那时候都比较落后一点 不是用Socket实现 而是用JQuery 每5秒就重新整理一次 即使是这样也好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都是很难的 硬着头鼻去做 然后不懂就问Google Stack Overflow 是一个很好的网站 大致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工作内容是全盏的 以效果来说 可以用CSS的话 就用CSS实现 尽量少用JavaScript 因为通常来说 CSS的效能 比JavaScript更加好 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 Bootstrap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 可以学 如果我建议的话 Telwind CSS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框架 而学习的路线 可以参与刚才的回答 看片学习 我会先看完一个小章节 然后再试试实现出来 忘记做部分再重新看 直到做出来为止 Vue 现在来学的话 就先学Vue 2.0 再学3.0的新特性 因为就以找工来说 总有一些现有的项目 是用2.0去写的 还有团队是否已经完全转到3.0 都是未知的 GitHub上 最近发现有一个框架叫AlpineJS 可能很适合用来阅读 它的代码和学习 而找工方面 由于我不太熟悉内地的职场 所以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暂时就分享不到给你 这个就不能够直接比较 主要看你找的工作而定 我觉得Java 一定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甚至是20年后都不会消失 你看现在银行 还在用一些很旧的程式语言 你就知道了 而学习曲线来说 学好JavaScript 配合Note.js 就可以前端和后端兼顾到 国内和国外的分别可能不大 因为主流的前端框架都是那些 包括最基本的HTML CSS和JavaScript 然后熟悉至少一套CSS的框架 主流的有Telwin和Boost Track JavaScript的框架方面 View和React 基本上都至少要懂一套 最好就两套都懂了 还有因为要顾及到SEO的问题 所以学view的话就顺便学到Next 而React的话就顺便学到Next 外国都流行用Gatsby这套框架 亦都是基于React的 可以看看 开班 希望可以开办一个线上的课程 还在准备中 由于我不太熟悉Java 所以就给不到这方面的建议 但可以分享的是 我们公司用PHP为主 框架就用Rarafel 前端向后端进发 亦都可以向Note.js方向考虑 这样就会学少一个语言 还可以更精进你的JavaScript 会觉得我终于不只懂得画 还懂得做 有设计触觉很好 几乎可以是凭肉眼 就看出这个页面不协调的地方 例如是上面比下面多了10个Pixel 左右不置中 行距字距的问题 字体大小的问题 图片有没有变形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是姓李的 看多一些Coding Startup就可以了 例如是微信的公众号 遇到有问题的时候 永远都找不到真人的客服 反观压力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微信读书的APP 好好地用来看书 但推送竟然是完全不关事的标题党内容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最后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会效政府工 剩下的就会去到小公司或自己创业 这就是我对澳门市场的了解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UI作为用户接触的第一个媒介 的确很重要 推荐你看看Telwin作者有份写的 这本《Refactoring UI》这本书 然后可以试试用自己的CSS知识 尝试去实现Telwin UI 网站上的组件 由于同事都很帮到手 所以基本上都是跟客人开会 present 开会present 开会present 和拍片 我觉得web assembly应该是适合一些大型 需要很多资源去运行的项目 例如Google Earth 就是其中一个 以及一些机与浏览器的游戏 所以目前来看 和我们所学的前端技术 暂时没有什么冲突 而我亦都很同意你的看法 新的技术当中一定充满机会 所以是否选择去学习 都是一种投资 这样讲了好像没有讲 不过真的全靠多些动手去做 然后就和原来的效果去比较 看看相差了什么 试试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将效果做得更加好 这样在过程当中就学到很多东西 个人觉得第一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如何除错的呢 这涉及到经验 第二就是优化架构的能力 如何将自己半年前的代码 改造得更加好呢 CSS框架的话就是Telwin JavaScript框架的话就是View和React API的话就是GraphQL 我比较少看书 不过还是推荐Refactoring UI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个人主页暂时没有 系列教程我要好好安排我的工作日程 只是看书不做 很难知道自己学习多少 试试找一个小项目实作一下 例如是做一个实时天气的网页 可以试试将UI做好它 以及如何进行API的请求 如何用View和React去搭建出来 以及如何部署上线等等 直播可能暂时不会了 因为用粤语又没有字幕 线上货是有规划的 首先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 然后就是知识面要广 及时了解在用的技术 最新的特性是什么 以及代码的可阅读性要高 多看多实作多比较就可以了 推出一个网站Dribble 有很多UI相关的设计分享 需求来自痛点 举个例子 我想问Siri附近的停车场的车位 这个资讯Siri本身是不会回答的 我会先写一个API 在公开的API里收集 这个停车场的车位资讯 然后再整理出最近的 我现在的座标的几个停车场 再在iOS里面建立一个short cut 试试发掘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些什么对你来说是不方便的 由于我比较少看书 所以我也是推荐一本讲UI Refactoring UI 的确很难 我也是在学习中 关键就是Canvas本身的API很多 而要用到Canvas建构的效果 通常都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最近我也是想 不如学Canvas的一些框架 可能会更容易 找工作的话广度是重要的 这样你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即场的提升的话 心度就比较重要 目前来说帮助可能不大 不过当然也要看你的考研科目 澳门的市场小 但公司也少 所以情况属于刚好 根据我了解澳门用view的公司 是比较多 后端的话 PHP和ASP.NET 就会比较多 基础知识是看书 因为通常会安排得更有条理 新特性是看文档 因为等到书出版 特性都不新 看看Alpine.js 好像不错 第一个是Code Pen 第二个是CSS Tricks 然后就是各大做得很出色的网站 例如是Apple 还有暂时想不到 说到设计的话 如果暂时没有想法 可以看看Tel UI的靈感 又或者看看Google的Material Design 都可以找到不错的UI 去呈现手法 是不错的 我们公司也有计划 向Type Script进发 有时候一门语言严谨一点 对于后期的维护 相对来说也会轻松一点 这个我都没有太多心得 因为自己都在学习 可以在Udemy找一些专门的课程来学习 今年就来不及了 期待下一年 正式入行的时候是2008年 今年是第13个年头 前端的知识面的确很广 不过就简历而言 最基本的HTML、CSS和JavaScript知识 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然后就有CSS的框架 至少认识一至两个 JavaScript的框架 就两个以上 例如是View和Next 之后就是加分的项目 例如你又懂得GraphQL 那就不错 当然写得在简历上面 必须懂得比较深入 才有说服力 曾经热门的框架 不过今天已经越来越少听见了 据闻Review on Reels 因为提供了大量语法堂 所以写上来的速度很快 不过如果遇上问题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都封装好了 所以比较难深入解决 不过以上只是基于我对它 了解得不深入的一些看法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这样看来你的能力应该不错 假设你对View已经很熟悉 可以试试写一些插件 然后把它Open Source试一试 灵感 让我先想一想 基本上 我觉得都是参考别人做得好的作品 累积回来的 说不出有什么原创性 又或者换句话这么说 以UI来说 最重要是用户接受到 懂得如何去用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UI 所以跟随主流UI的方向就可以了 现在互联网的发展 比起我刚刚才入行的时候 实在蓬勃得太多太多 所以我对于它的前端的未来 是非常看好的 因为越来越多的服务都开始电子化 而它们对于前端都有需求 这就是我看好它的原因 我在澳门理工学院毕业 读的是多媒体设计 知识就是来自日常的工作 而效果就是来自日常看网站的时候收集 以及在Code Pen上 都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趣的特效 等我做好一个旅游网站 再推荐给你了 学习前端 新知识和新问题是一个常态 我觉得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你现在用的热门框架 总会推出一个新版本 第二就是总会有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方法 例如FraftQL就是为了解决 传统Restful API而诞生 所以持续学习在前端这个行业 是持续进步需要的态度 我主张咸素的名字是不用记的 用到的时候查就可以了 因为你今天记住了 说不定下一年就过时了 就要换另一套框架了 所以懂得运用关键词搜寻很重要 我下一个想学的框架可能会是Flutter 所以就要学习Dart这个语言 其实我也会 工作久了就会有那种解决问题就OK的心态 所以我就做了Coding Startup 提醒自己一定要继续学习 继续认识新知识 内地的职场情况我就不太了解 不过如果我是面试官 我就会看看你做了些什么 用的是什么技术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和看看你是怎样解决的 你这样说我就很快就失业了 我觉得35岁这个梗背后的含义就是 35岁开始你可能就学不动了 这个就要看你有多喜欢前端 CSS框架要学的 早几年的时候就流行Boostrap 现在就流行Tailwind 具体就看你的工作需求来学 工作一年就遇到平颈的话 不知道你是指工作上面是发挥不到 还是指知识提升上面的困难 如果是觉得工作内容不适合你自己的话 这个就是对于自己在职场上面的规划问题 这个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 所以就给不到什么建议 如果是学习上面的话 我觉得工作一年会累积到不少的实践经验 如果我是你的话 就会开始去探讨如何去改善这个工作流程 当中可能包括是运用一些工具或框架 从而提升这个工作效率 这个我没有经验 如果你是找新工的话 谈人工会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一定比你上一份的工作 是高人工一些 而增长的幅度就看下你的能力 相对于新的公司的期望是如何 学习的路线就可以参访我刚才分享的 不过要提一下 前端是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我的感觉很难精通 学习语言不一定要背 我觉得用得多自然会记住 软件方面 我估计你是想问开发环境用到的软件 主流又免费的有Visual Studio Code 插件都很多 足够用的了 对于Fight我还未有了解 我应该是落后了 不过老实说 现在的Vue CLI和Create React App 本身已将Webpack的设定写好 亦很少机会直接碰到Webpack的设定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直接学习Fight 学习的路线可以参考刚才的回答 以我们公司来说 学HTML CSS JavaScript Vue 和Telwin 澳门的过年风俗和广东很相似 目前我们前端用NUXT 后端用Laravel CSS的分架用Telwin 可以参考刚才相关问题的回答 我的方法就是先学习一些基础 然后直接边做边学 有的在规划中 适当时就会公布 太好了 太好用了 我们目前CSS的框架都只用它 你看我连唯一推荐的书 都是Telwin作者写的那本 Refactoring UI 我一般就是看别人做得好的特效 然后再试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实现 Copy不是问题 亦是学习的一种方法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刚才的回答 其实都是HTML CSS和JavaScript 至于如何实现的问题 其实同一个效果 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 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Apple网站的效果 用了很多3D render 很漂亮的相片 和用Canvas实现出来 但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它在实际上 是用什么工具实现的 不过 如果我有那些图 我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去实现到差不多的效果 做教学影片的原因 就是希望鼓励自己 继续学习新的知识 因为教学是一种输出 可以更加巩固学习到的知识 我分别在YouTube和Bilibili 都建立了一个频道 两个都是最适合发布教学影片的平台 我认为以按例的形式 去制作这个短的影片 平均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以让观众更加容易去看完 以及我会尽量在内容上 加入不同的知识点 希望令到编程更加有趣一些 主要有几个途径 一就是看官方文档 二就是看一些blog的分享 然后就是想生育学习的话 我亦都喜欢看教学影片去学 途径主要有YouTube和Udemy 如果已经有一个不错的CSS基础 可以直接看code plan上的分享 以及用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研究一下别人网站上的特效是如何做的 前端的资源方面 一个是MDN 写得很好 排版也是很舒适的文档 一个是CSS tricks 可以知道最新的CSS的动向 当然不少得code plan 学习特效的好地方 最后CanaiUse.com也不错 用来查浏览器的支援情况 话说我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 其中一堂是学自体学的 教授分享了一套叫做Helvetica的记录片 有介绍它的诞生原因和过程 而又因为自体主要分为serif和sensurif 即是有脚字和没有脚字 serif就比较古典 sensurif就比较现代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sensurif 所以长期教学的时候 用句是Helvetica 先学HTML必须 然后就是CSS 我觉得充分了解HTML和CSS的用法之后 再学JavaScript也未迟 充分了解的意思就是 起码HTML是要Semitic 即是语义法 不是一个Div走天涯 CSS就要掌握box model position 单位 flexbox等等 这些都熟悉了之后 就可以view或者react选一套 个人觉得react学得好的话 JavaScript也会进步很多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其实class名的定义方式 都有很多不同的主张 有些人觉得每一个元素 应该有一个专门为它而设的class名 有些人觉得多个class名 可以有效地重用一些样式 你可以看看Helvetica 这个框架 它用的class名是特别多的 慢慢地 现在人们都开始接受这种写法 原本的工作 就是前端 后端 和手机app的开发 多谢你的提问 可以参考之前的回答 HTML CSS 和JavaScript是基础 JQuery就是用来解决 跨浏览器的问题 将JavaScript的API 更加好地封装出来 当我们一个项目 所加载的JavaScript 和CSS 越来越多的时候 Webpack 就是用来打包的一个工具 GSAP 这个library 似乎看官方文档 是最好的教程 将设计稿实现出来 基本上就是要多实践 因为同一个设计稿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实践方法 取决于自己的风格 是没有标准的 我试过一边录 一边写代码 一边讲 中间的停顿位 或者错位有不少 会影响观看的体验 亦都试过先写稿 之后再录这个萤幕 再录音 在剪接的时候 有时候画面会跟不上 所以最后 现在用的方法就是 先写稿 再录音 再录音 再录螢幕 似乎在效率上是最高的 可以先学 如何去操作这个DOM的元素 例如是 Querie Selector InnerHTML 和一些基本的语法 例如是 var, let, const, if, for off, for in 了解六种资料的原始形态 和object 和function 这样就差不多了 可以再从view 或者react里面 选一套学 我觉得从编程来说 无论是什么语言都好 学到进阶的时候 设计模式 和分析模式 都是要了解的 这样就可以有助于 自己再进一步 去提升编程的技能 高二还很年轻 建议你可以学好前端这方面 包括有HTML CSS 和JavaScript Field 可以再学3.0的新特性 和Nuxt 即是server-side rendering 服务器圈演的部分 巩固前端的知识之后 再透过Note.js 向后端学习进发 成为全盏工程师 一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知识面要广 及及时了解 是使用技术的新特性 三 就是代码的可业特性要高 前端的出路 我会这样看 前端除了做网页之外 亦可以做微信的小程序 甚至乎做手机应用程式 现在很多手机APP 都是Hybrid的形式去做 即是原生和网页技术 混合的方式去做出来 所以前端的应用其实很广 当然是说互联网的行业 因为不清楚公司的业务是什么 所以就给不到具体的建议 但个人觉得前端需要编程能力 及设计能力兼备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崗位 所以发展的空间其实很大 线上的课程 规划正在努力 尽量维持每个星期更新一次 同时安排好日常的工作 落实推出收费的完整课程 一开始起步的困难 就看看是什么困难 这里主要讨论技术方面 如果一开始遇到技术的困难 我的方案都是Get Your Hands Dirty 先尝试用各种方法 去克服你遇到最大的难点 然后一步一步尝试 过程当中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至于加班这件事都没有一个好好的办法 但我认为合理的时间安排 和整理好你的思绪才开始落手做 加上这个实际经验等等 这些加上一起 都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一直解决不了的Bug 其实我也会遇到的 这个不用没有自信 就像运动员那样 练习的时候一定会受伤 这个是社代码的过程 你遇到的Bug越多 解决得越多 就会代表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记住,这是过程 关于创业的部分 这个将来有机会的话 再独立分享一下 好了,感谢大家 解答了大家117题的问题 希望我的回答对大家来说有帮助 以上是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亦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下一集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些网页的知识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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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